新生儿打嗝怎么止嗝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胡玉丽 陕西省第四人民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医师 小婴儿尤其是新生儿 它的神经系统发育还不健全 一般大多数是受粮呀 这些情况很小的一个刺激因素 都可能会引起它一个隔继经乱 不停地打嗝 但是大部分呢都不影响它的精神状况 该吃吃该睡睡 就迷这儿过去也就过去了 但是让人感觉特别不舒服 这个时候如果是母乳未养的宝宝的话 我们建议妈妈给它吃上几口奶 可能就能缓解的快一些 再一个如果是吃奶粉的宝宝的话 我们就给它喝点热水 可能能够缓解一下这个隔继经乱的情况 再还有一些小的方法可以尝试一下 就是给它竖起来抱着拍一拍 轻轻地拍拍它的背 或者是刺激足底把脚底抬一抬 然后哭上两声可能这个隔继经乱的也就会缓解了 大多数这种症状呢随着它的生长发育 神经系统的发育健全 这些情况就会自然而然地消失 没有必要过多紧张